首先呢 我们要讲的内容是 疾病的真正意义 第二个就是 疗愈疾病的原理 第三个就是 具体的 注意事项 对于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 瘟疫啊 肺炎的这个传染环境 我们要开这个公开课 就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真相 说疾病 对于我们每个人 都是让我们无法镇定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 疾病的数量准备 无法这个计数 我们在做什么呢 就像我们大家看到的一样 我们几乎 修行前的人都在做着消灭疾病的各种动作 而疾病的真相是什么呢 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病 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或者说老师 我特别怕被传染 上这个肺炎 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说浅诚次的这个修行者 大家都在 不停的与这个疾病抗争 哪怕是一点点的不舒服 说我头疼 我腰疼 我嗓子疼 我感冒了 我有了一个肝炎 等等 我们修行虽然知道 它是外物 但是 我们却无法在这个 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 用我们学到的工具 来解决我们的疾病 让我们健康起来 虽然我们前面的高级 这个付费课程 还有那个专题课程 对于疾病的这个讲解 已经很深入了 但是呢 我们家人们操作的时候 还是无地放适 那么我们今天就 给大家剖析一下 这里面的这个卡点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 学着有基础的学员 没有基础的呢 你可能有一些听不太懂 但是呢 你就敞开自己 不要用头脑听 要用身体去感受 你不要用头脑分析 我们讲的内容 而是敞开自己 去接受我们 这个 由你内在的那个灵魂 去听课 因为只有他是智慧的 头脑是不智慧的 所以我们用感觉 用身体的感觉去听课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 道德经里的一句话 在第27章的最后的 倒数第二句话 叫 是以圣人 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 故无弃物 是为昔明 文言尔 我们大白话解释一下 后面这一句 救人这件事 咱不说了 咱就说 常善救物 故无弃物 是什么意思 是指的 真正修行得到的人 会知道 他在 他的生命的 这个经历当中 接触到的外物 就遇到发生的事 比如说我们遇到 这一次的这个 肺炎的这个传染 和或者是我们遇到 这个我得了什么什么病 治了好多年 也没治好 比如说糖尿病 高血压 这都是属于 非常顽固的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物 说他们什么叫善 救是救助的救 物是物质的物 善于的善 这个善良的善 什么意思 他们对于事件的 扭转 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说 这叫救善于救物 就是改变世界 故无弃物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 物 物体 事件 是白来的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生活里 遇到的任何事 都是有原因的 不是平白无故的 说我遇到这件事 然后我跟他这件事 产生了这个 情绪的纠葛 他是 哪怕是一片落叶 落在我们脚前 都是 故事情节里必须出现的 就像我们看电视 如果你这个不懂 说 那我怎么就不明白 就是眼前这杯水 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吗 说万事万物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是一天三顿饭 这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你看着一个画面出现 这个人 桌子上的一杯水 你可能不太觉得 说这杯水 我没注意 但是是不是有呢 如果没有这杯水 这个家庭里面 就是我们经常看这个 这个情景去 家庭情景去 进屋的时候 会有茶几上 放一个装凉白开的 那个水壶 对吗 透明的玻璃的 我们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有这个场景出现 它不放这杯水 不行吗 就是因为 有家庭的氛围 你看着 不会突兀 如果你一进屋 家里面 刚才没录上 冲说 说我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你看着这个 一个情景剧的 一个画面 你会看到 进入一个房间 一个家庭里面 茶几上 或者是桌子上 会摆着 一个装 那个白 凉白开的 那个水杯 为什么 因为 这个 家庭主妇 她的人设 就是贤其良母 她这个房间呢 一定是 非常合格的 和这个人设 相符合的 如果桌子上空空如也 家里面乱七八糟 她跟她的人设 是相悖的 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你的眼前 会有这个水杯 因为你在梦里面 也是要真实存在 你为什么 要遇到 这个 我们说 这个瘟疫 这个肺炎 和 你为什么 得这个病呢 它都是 剧情的需要 有人说 那怎么 我这么倒霉呢 我这个剧情 这么 这个 荒诞 我还得了 这么不好的病 或者是 是不是有什么因果 报应啊 我们才受这样的 这个 我们中国人 我们这个 某一批人 才受这样的罪呢 我们现在就要讲 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 讲的是 常善旧物 故无弃物 就是你的剧本里面 所有的东西 它都是 必须存在的 所以 修行的人 才会把任何 发生的事件 和身边的各种道具 当成 修行的工具 似为西名 这就是 似为 这就是 西是 承袭 继承的意思 名就是 天道的规律 你如果能够把每一件事 每一个道具 都当作你的 什么剧情里面的 必须出现的 没有任何一个事物 哪怕是一片落叶的出现 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 有原因的 你就是 西名 就承袭了 宇宙规律 就是你就 做对了 你要把这件事 把这个 肺炎 这个 得病的 什么事件 我们遭遇的 这个危险 或者你得的 这个疾病 当成是 你修行的机会 它不是偶然来的 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 顾无弃物 没有任何是 白来的 都是必须 有原因的 你就是符合了 天道规律的 你就做对了 这是道德经的 第27章的 这句话的意思 为什么仔细讲这句话呢 因为 它就是在告诉我们 疾病的真正意义 是什么呢 它就是来帮助你 注意 这句话 是答案 丢弃自我受限认知的 什么意思 说你的疾病呢 他呀 这么多年跟着你 辛辛苦苦的 他不就是来协助你的吗 来协助你干嘛的 协助你 让你提升的 说老师 我得了这么多年病 我一直在治 我一直在修吗 我怎么就还没好呢 是你在没修对了 是你在抗拒 我明白的 经历 托往 你 解서 自我 。 ys